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这里是星星在农村 实话说 家有事一样不败野王 究竟是哪事一样呢 咱去找一个人去了见一下吧 姨姨 你这是干嘛去了 我扭着弯了 扭着弯了 姨姨 你老子一样多大年纪了 我给你说八十五了 八十五了 身体弄好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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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姨姨 咱有句老夫一说的 家有事一样不败野王 你知道哪事一样吗 我还知道了 哪事一样 哪事一样 你喝酒 喝酒 不喝 家庭不喝 家庭不喝 这个 不愿意 人家不愿意劳动 不愿意劳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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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谁啊 嗯 爹爹 你说这是谁啊 怎么才是家败人王的 家败人王 他做的钱 做的盖的钱 是 家里人家 老婆孩子都抛了 是 对吧 他做的钱 人家上门 他把本人都抛了 也不愿意劳动 家里人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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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愿意劳动 他不愿意劳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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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都自我 而母亲 也不愿意劳动 那喝酒呢 爷爷 喝酒呢 不行 喝酒喝醉了 他爱着呢 是吧 嗯 他这个 有四条 这四条 都行 这四条 这四条 对家庭都不好 都不好 对 因为我肚子 改掉掌子 是个毛病 坏毛病 这就是坏毛病 爷爷啊 这一句 是不是老骨鱼 就是家败 家败人家老骨鱼 这是 就是老骨鱼 是不是以前 都翻下来的 以前 从老鱼肉 那时候 都没有翻了 对 对 对 刚才通过和爷爷的了解 爷爷说出了这四条 很有道理 希望大家不要学习 每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